啊 全新網路版 里長帶我吃吃 不是啦 來第二集的熱血姑娘 喔 對 之前呢 我們有去猜猜看這個網路的評價是怎麼樣 猜他Google評論會幾顆星這樣子 欸對啊 今天豐田呢 今天有幫他請到就是一個代班主持人 豐田有交代說他已經訓練好了 而且他的網路人氣很像比豐田還高一點 就是我有看到一則留言我非常印象深刻 因為我有點走心 他就是說 可以讓他加入我們的主持群嗎 我就答應你們 來 歡迎 來 歡迎 衝你衣服乾掉了 我拿石頭敲你 衝望所歸 所以我們熱血姑娘王呢 我們先從猜測體重開始 這個過年回來喔 沒有 93 我已經揍死你了 放下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拉到腰了 我拉到腰了 不好意思 對 這是我 你看 藝人威廉康夏雲 抱歉招數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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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年了 為什麼還要提這個 今天的熱血姑娘王要吃的是哪一間店 請公布 我們要來吃我們女藝人躲到最想吃的甜點店 甜目的 欸 在網路上非常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IG名點 超好吃 都收在口袋很久的甜點店 而且很長 他們最紅的那一陣子是甜點都會秒殺 你們剛吃完嗎 嗯 你吃什麼口味 草莓 草莓奶的 草莓奶的 你們是來補過情人姐嗎 哈哈你拐人家 你看人家穿情侶裝 你有嗎 你有穿過情侶裝嗎 沒有我喜歡穿這種女生襯衫 真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喜歡他什麼 你知道他誰嗎 我知道 威廉 我喜歡你 謝謝 你喜歡他主持嗎 你喜歡他主持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每個人都知道 沒被打過是不是 不是 來給大家看 這個裝潢就是非常適合 就是網美來這裡拍照 哈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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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種老屋改建的感覺 但是它裡面呢 用很多木質調的設計 是一種沉穩的 炸雞峰 哇 哇 我們現在要幹嘛 它也很好吃有沒有 這個呢 是他們 這裡現在招牌嘛 超級大一 然後這個是 無花國口味的蛋糕 對 然後這就是直男專屬 巴斯克蛋糕 哇 記得好棒喔 匹風店人跟我都還厲害 哈哈 對 直男才會從那個後面吃 對 正常都要從最前面的腳開始 哇 什麼東西啦 來 我要不好這樣 唉唷 這很差平耶 來 來 來 好 好像我殺幾公斤吃 是不是 我沒有到殺幾公斤 我沒有到殺幾公斤 欸 它奶油好好吃喔 中間的它這個蛋糕體 它其實有點像是我們那種 雞蛋蜂蜜蛋糕的那一種感覺 是帶有一點濕潤的 我有看 打寶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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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它一定是用日式的奶油 輕盈的那一種 輕盈的 嗯 奶油好吃 因為它的帶有很濃郁的那個 類似鮮乳的那種感覺 好吃 你旁邊有人在緊張 怎樣 來換你 你先 唉唷 你壓軸喔 壓軸喔 嗯 確實很像我們吃日式那種 最輕盈然後像生乳的奶油 可是我覺得它 我們是傳統 類似紅葉蛋糕那種有沒有 還是有奶油香氣 跟一個厚度在 然後跟輕盈的奶油 它把它介於這個中間 而且我覺得它蛋糕體 有做的比 我們一般吃到戚風蛋糕 在濕潤一點 對 又跟我們近期流行的那些 完全純日式的那種 都是很輕盈的那個蛋糕 又不太一樣 不一樣 這我覺得很好吃耶 來來來來來 我要包容紋新年主持人 很怕 因為漢文是很甜 嗯 好可愛喔 它吃東西看起來好好吃喔 很好吃耶 嗯 嗯 雞婆車喔 這是草莓微微酸酸的 然後配上 又那麼甜的奶油 然後再配上那個蛋糕體的感覺 就三個頭在一起這樣 那你就覺得很幸福的一口感 喔 幸福喔 大家看漢文吃東西 是不是會覺得很療癒 對 覺得很療癒的請嘉義 在屏幕上方好不好 嘉義 嘉義 無花果算是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一直很想知道 它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來 無花果喔 看好我有準備灌進第一課 無花果吃起來 多了一個奶味之後 變得有一點像紅心巴熱的 那有一點那種感覺 然後它都是它的甜度都不是在奶油或水果上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吃甜的蛋糕 選它 它的蛋糕有一點微微像那種伯爵茶 可是也不是我們之前吃茶口味的戚風那種 茶味蔥超濃 嗯 但是那個香味跟那個韻味流比較長 怎麼吃你都不會覺得膩口的那一種 它吃起來更優雅一點我覺得 你想吃嗎 你可以這樣阿媽媽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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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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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對 而且還有香草籽 像雞蛋布丁的感覺 雞蛋糕 來來來 不是雞蛋糕 是巴斯克 立刻你一秒就懂了 這好好吃喔 很好吃 中間我們剛剛看到它那種 它有一點點像 麥克風起司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那個感覺有點像是 我們那個可麗露上面那種椒皮 帶一點椒香的味道 它的這個味道 我覺得比前面的會有再中一些些 但是有一些的巴斯克太扎實 有一些弄不好的 就會很容易變得很像粽乳酪烤焦 對 它不是 它這樣烤得非常的輕很舒服 我最喜歡這個 我就知道 我們都知道 來 巴斯克乳酪 真的好吃 它中間真的很像雞蛋布丁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加了香草籽的關係 剛剛可以看到那種一粒一粒黑黑的 所以它就會很像是奶油 又有點雞蛋的香味會變得特別濃 反而起司味是後面慢慢這樣鋪墊出來的 而且威廉哥沒講錯 上面烤最後的地方真的很像可麗露那一種 像是刷了一層糖之後再去烤它的香味 對呀 很好吃的巴斯克 棒 很棒 你幹嘛在牽手啊 這邊 它這邊也有一層巴斯克 要不要吃看看呢 他們這個你不可能移過來吧 它都已經沒了欸 嗯 來 真的假的 好強打 嗯 很好吃欸 很好吃喔 你真的太滿了 你的角色鋪肉 可以推 因為大口吃 所以我就沒有感受到它表皮那個脆脆的口感 所以我是大部分都知道那個 中間滷肉裡面的香味它非常的好吃 它滷了果 然後這家片裡面真的有一些 沒有香草籽的那種口感 會增加一點的層次 很好吃 預備 所以這個建議還是小口吃對不對 當然這一點點底 一定要小口吃調味吃 這個甜甜甜的氣 確實有它厲害的地方 對 隱藏在巷弄裡面 而且是在那個漢堡早餐店的二樓 對 這個 絕對應該是四顆星以上 我覺得絕對是四點五以上 猜出了就付錢囉 好啊 來啊 我客觀說我自己平快給它四點七 因為它真的很好 好 來 我的這四點六顆星 欸 我剛好跟你反過來 四點九 哦 它除了是好吃以外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原則是什麼 好拍 它的蛋糕每一個都拍起來 很像藏國專門咖啡廳有的 而且它的色調 就是現在網美最喜歡的 好吃好拍的店 通常分數都不會低 四點六是因為 完全我是給它這個 巴斯克 直難吃得懂 就應該不會太低 公佈看看幾分 四點二 欸 變成六分 欸 它其實評論沒有到很多則 大家不知道這裡嗎 而且有可能大部分的 大家都跑去樓下 大家是跑去樓下吃大漢堡 啊 平台這個的意思嗎 大漢堡4.2顆星的話很高 它就是會有一些 老三更4.2合理 好啦 這次分享給你們 所以 朵拉買單 我買單 你查太多了 朵拉買單加外帶 OK 交給你了 感謝朵拉 謝謝朵拉 好 謝謝我們今天特別的主持人 喜歡漢文的請留言 喜歡漢文的請留言 會讓我們網路版多多出現在漢文 多多說他的好話喔 沒錯 大家再見 嗚呼 請嘉一 嗚呼 嗚呼 還能整集重看 挑名店好屋喔 時尚玩家APP趕快下載唷